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明末那些抗清的著名将领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将领比较特别 原来在正史里是没有他的历传的 但是近些年呢,对他的评论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将领他和另外一个历史名人是密切联合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那个历史名人就是袁冲焕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将领呢,就死于袁冲焕之手 并且袁冲焕杀他是作为袁冲焕最终被冤杀的时候两大罪状中的一个 有些朋友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谁了 这就是明末抗清著名的皮岛总兵毛文龙 那么对于毛文龙,现在的争论呢,有很多 因为如何评价毛文龙就决定了如何评价袁冲焕 关于毛文龙的争论呢,主要有几点 第一个,他是不是战功赫赫,是不是很能打仗 那引申出来就是,那他该不该杀 再引申一层就是他能不能杀,能不能杀毛文龙 那么杀了他,对整个辽东当时的战局有没有影响,那么影响有多大 再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袁冲焕能不能杀毛文龙 袁冲焕到底能不能杀毛文龙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毛文龙,分析一下 围绕着以上的这些争论,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那因为毛文龙在明史里是没有给他立传的 所以对毛文龙到底在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主要来自于四个史料渠道,明史、清史、朝鲜史料以及明朝的民间史料 那么这四个史料呢,这四个史料渠道呢 由于编转人他所出发点代表的利益 以及偏好的不同 对毛文龙的描述是很多地方是相悖的 所以这进一步造成在毛文龙身上,明目重重 这里给大家说一题外话,就如何去读史,读这些史料 读史料的时候切记不要说,因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是这样的,史料是人写的 所以最正确的读史料的方法是从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史料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放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 按照时间线把史料的内容摆在一起 那么史料里讲述的事情必须要符合逻辑 符合一个事情发展的正常态势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从这些史料里边去去无存经 找到正确的到底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这是正确看待史料的一个方法 无论是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都应该是这种方法去看 而不是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事情是,尤其是看史料 史料是人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自己的利益 背后的利益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史料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分析 为什么说有的史料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有的史料我觉得是符合逻辑,符合当时的现实的 那么我们回到毛文龙 毛文龙是出生在浙江杭州府前塘县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说到明朝,说到我们明朝抗清和清朝抵抗外伍 我们一定要给浙江点一个大大的赞 因为现代战争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原因 很多人说江南啊,江南不能打 不如北方能打 放到明朝这句话是错的 浙江为明朝贡献出来一大批优秀的将领和兵员 浙江义乌就是契家军的大本营 为契家军贡献了赫赫有名的义乌兵 而且浙江在抗击,在抗击清朝入侵的时候 那真是前不后继 涌现出来一大批中勇迅国的英烈 毛文龙就是出生在浙江杭州 他家里边环境不错 小时候也给他足够的教育 但是毛文龙这小子呢 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 喜爱读兵法 史料里记载说他是耻学举子业 好孙乌兵法,就爱读兵书 所以说后来说毛文龙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屡立战功,这是有原因的 他自小就爱读兵法书 但是他不爱读四书五经 就断了他的功名之路 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在看明末的这段历史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当时明朝的这个制度 用我话说明朝那个制度就是祸害 祸害边陲的制度 明朝的制度是文上武下 你的武将无论你战功有多高 你的上面永远是有文人管着你 而且对于武将来说 你还得有五举功名 要不你就得是这个有家族背景 像李家那哥几个都是有家族背景 才能升的那么快 如果说你武将想是从战场上 就凭着战功一步一步打出来的 想升上去 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那么这种制度就引发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如果你提着脑袋在战场上 拿命去和别人拼 可是回来以后你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很多人想武将就想的是威风凛凛 战场杀敌大将军 威风四面 威震四方 在明朝你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 那么战场上拼死拼活 回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人无非追逐的是明和利 你得不到尊重 明这块你就是有缺失的 那人总是要找到平衡点的 我拿命去拼 我得不到我应有的名 那我追什么就得追利了 这是为什么明末那些将领 什么暴空想 虚暴战功 这个苛扣良吟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他就是要找到平衡点 我拼死拼活 我总得得到点什么 有些将领还能够想到中军报国 但是在辽东 尤其是在明朝几次大败之后 辽东的将领 真正能做到 只为了中军报国 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去拼命的 那基本没有 肯定要逐利 所以明朝明末将领 尤其是辽东战场这些将领 他们去暴空想 去贪污银两 这是那个制度造成的 而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大家要一定要读那段历史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这你才能知道 为什么当时这些抗清抗后进的武将 很多人都会有贪污的现象 暴空想的现象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这是那个制度造成的 回到毛文龙 他什么时候开始从军呢 是在万历33年 1605年 当时他被过继给辽东安山 他的伯父毛德春为四子 在他到北京拜访他的舅舅 沈光泽的时候 那么沈光泽就把他介绍给了宁远博李成良 著名的大将李成良 所以毛文龙到辽东参军时间很早 听过我之前几集的朋友都知道 跟其他的这些战将比 毛文龙加入辽东战局的时间是非常早的 很多其他的名帅都没有他的时间早 所以毛文龙在李成良都府辽东的时候就再辽东了 一直到他最后被杀 他都没有离开过辽东 所以毛文龙不管他 你怎么评价他的战功 就从他戍边这么长 在辽东抗击后金 抗击女真这么长时间 他就不应该被低估 另外一点 毛文龙他的原配妻子 一直是在杭州的 因为他原配不能生子 所以当时他在辽阳纳了一个妾室 生了一个儿子 辽阳被后金攻占的时候 他的妾室死于战乱 儿子是被人救出来 送到杭州 被他原配抚养 所以毛文龙和后金是有血仇的 那毛文龙在辽东开始他军事生涯 他在军事上就显示出他的天赋 他对山川形势 敌情 后金的状态 明军的状态 都是进行过深入的考察研究的 并且他能力很强 在他参军那一年 加入辽东部队那一年 同年的九月 他参加辽东的无拘考试 就考了个第六名 大家不要小看辽东无拘考试第六名 因为辽东长期和少数这些部落 女侦人也好 蒙古人也好 所以上午之风 甚盛 辽东为后来抗清 抗击女侦 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 所以在辽东那个地界上 无拘考试 那人才积极 毛文龙能拿第六 说明他有真材实料 那么他拿了无拘考试以后 第六名以后 就被任命为百户 三年之后 万历三十六年 他就升任为首辈了 那么第一次军事上的功绩 战功 是什么呢 就是在熊廷碧和王化珍两个人 惊抚不合 导致广宁大败那段时间 毛文龙在王化珍的允许下 对后金的镇江进行了棋袭 杀死了后金镇江首将 拿下了后金后方的镇江府 这是一场大截 当时毛文龙只带了197人 不到200人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战功 那么当时王化珍在朝廷之上 正在受到重用 于是毛文龙就被朝廷中书 授以了平辽总兵官 挂将军印赐上方宝剑 驻守皮岛 因为镇江他守不住 后来援兵也没有上去 那他守不住 所以就退下来 那么自此毛文龙就在皮岛上 名正元顺的设立了军阵 皮岛又叫东江 是大海中的一个岛 全长八十里 不长草木 他离登来很远 离后金的边界只隔八十里的海面 离朝鲜更近 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 皮岛就是在后金后背上 悬着的一把匕首 随时扎你头 在读史料的时候 提到毛文龙 有时候有的史料说 他是皮岛总兵 有的史料说是东江镇 实际上东江镇就是皮岛 这两个是等同的 那么毛文龙 镇江大姐 为什么在史料里边并没有大书特书呢 因为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熊廷碧 在上奏书的时候 借这个事情攻击王化珍 他说毛文龙 岂是过早 岂是太早 一物大局 这件事情上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个人的认为 熊廷碧 他的问题就在于 他的性格 气量太小 他对王化珍的攻击太厉害了 我们之前讲过 无论是熊廷碧 王化珍 王在进 孙承宗 包括这个袁崇焕 那么这些当时 刘东有可能成为 或者是已经成为 抗击女真人的重要边帅 著名边帅 这些有战略眼光的英才们 他们的争论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因为在接连几次大败之后 这些人都认 都意识到一点 就是你要遏制住后金人 将来稳定住战线 并且最后能够清剿后金女真 你必须是两条腿走路 关宁防线 登来防线 两侧共同使劲 你才能够遏制住后金女真 这在后来和满清的作战中 也都充分显示出来了 是 明军不善海战 当时那种历史大环境 海战并不善 那后金人也没有海军 所谓的登来防线是指 你从登来这边通过海陆 向后金的后方运输兵力 像皮岛这样的地方运输兵力 使得后金首尾不能兼顾 再联系朝鲜一起发力 这样的话在后金 尤其后金辖下的沿海地区 给后金造成麻烦 使得后金人不能够全力攻击关宁防线 这是整个的战略目的 登来防线不是打海战 从某种程度上上 他依然是打陆战 打陆战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 在这些明朝具有战略眼光的 这些明帅们眼里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的争论在于哪呢 在于是守官 山海官还是守宁远 是守还是以公为守 这是他们的争论 那去这么回到雄庭壁 他去指责盲文龙发动过早 在这点上我始终无法理解 为什么呢 一场战斗发动过早的这种指责 往往是用于 在之后你会有一场 对敌人进行突然性的 大规模打击的战役部署 那么之前的一场小战斗 暴露了你的战略意图 使得敌人有所防备 这就要发动过早 但是那个时候 除非大明是想进行一场 突然突发的大规模 两栖东陆作战对后进人 否则你谈不上 在之后有突然性质的 这种战役部署 登来防线 对后进的这种骚扰 和整个的战役力图 这是明某摆在明面上 后进人也知道 后进人也知道 但是后进人那时候 做不了太多 因为他没有海军 因此毛文龙的镇江大姐 谈不上什么暴露你的战略意图 因为以努尔哈赤 黄太极这些 满清 后进女真满清 这些 具有雄才大略的 这种 当时满清的 后进女真的领导人来说 登来防线这一侧 他们是了如指掌 你必然会在这里边牵制我 后进一直想消除这个威胁 但是他没有办法 没有海军 并且刚开始后进的实力也不行 毛文龙 他实际上指挥能力 军事指挥能力很强 包括袁可利 后来他在袁可利回下 袁可利作为登来巡抚 他的战略眼光和战术布置 也都很强 所以后进是没有办法的 因此熊廷碧所指责的 毛文龙发动过早 这是没有道理 无非是毛文龙 是经过王化珍的同意 进行了这次战斗 并没有告知熊廷碧 这让熊廷碧心里很不爽 因此这才是我认为的真相 熊廷碧他的性格上 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那么当时镇江大捷 给后进的震动很大 后进官员就称 史料里记载 后进官员就对诺尔哈瑟说 毛文龙之患当宿灭尔 文龙一日不灭 则监盼一日不惜 良民一日不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毛文龙他除了打仗厉害 他还有一个很强的地方 就是他很善于煽动 后进管辖下的汉人 他要不就煽动汉人们 逃离后进的管辖 逃到皮岛或者逃到朝鲜 或者干脆就让他们造反 然后毛文龙派兵就进去 去援助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后进人对毛文龙很头疼 光会打仗不怕 但是会蛊惑民心 这点太可怕了 那么在镇江大捷之后 我们就知道熊廷碧 王化珍金府不合 广宁大败 两个人都被下狱 那之后孙成宗 经过短暂的王在进 然后就是孙成宗 那在孙成宗 都府寄寥的时候 那么在登来防线这边 就是袁可利 我们之前谈过的 这个一代名将 名帅袁可利 在袁可利侠下 毛文龙取得了更大的战绩 他的主要战绩是两个 一个是收复金州和吕顺 这是他派手下大将张盘 收复了金州吕顺 整个辽东半岛 辽南沿海一带 数百里的土地 重归于明朝 再接着 他又收复了富州和永明 并且在吕顺城下 设了伏击 打败了 过来报复的后金部队 那么有些人争论说 这些战功是否真实 袁可利是否真的 指挥登来防线 取得了这么大的战绩 真的像 一些评论里说的 袁可利战功赫赫 我们这里说一下 正是因为袁可利 包括毛文龙的 这些战绩的史料少 为什么史料会少 因为清朝不愿写他们 乾隆皇帝能够下诏 把民间去写 原可利的书 设立为禁书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如果这不是真实 是有漏洞的史料的话 我干嘛要禁他 禁他就是因为 会有人 大部分人信他 如果人都不信的话 我为什么要禁他呢 但是关于袁可利的 很多民间史料 是流传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 袁可利是 的的确确在登来防线上 给后金造成了 很大的麻烦 那毛文龙 他取得的这些战功 也是 切实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讲 这要谈到 袁可利和毛文龙的关系 在毛文龙的一生中 他的上司 唯一一个 从大局出发 支持毛文龙的 就是袁可利 但是袁可利 跟毛文龙的私人关系 是很差的 从这点上来说 我们就再一次 要赞扬一下袁可利 袁可利真的是一个 公正正直的统帅 毛文龙能打仗 但是毛文龙 他不是没有缺点 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随着他的战功 越来越大 他打仗越来越顺手 他也变得更加的 骄横跋扈 他就一个人在批倒 批倒就他一个人 说了算 所以长期以往 他就自己的自我意识 就极度膨胀 袁可利 并没有一味的迁就他 当时 毛文龙抱战功 说他在满浦 昌城 当时袭击 后金军 取得战绩 当时他吹得很厉害 用袁可利 实料里记载 袁可利当时就说 他为兵不满千 为交一战 不宜一使 什么意思呢 就说 毛文龙的战报里说 带着兵不到一千 没有跟后金部队真正的交战 也没有射出一箭 只是吓得后金部队自相残踏 被炮炸死两万多 马 踩死了三万多 这听上去就是狂暴军情 虚暴战功 所以袁可利当时就很怀疑 亲自去查 并且向朝廷据实进行了报告 所以当时皇帝下的诏里边是这么讲的 说袁可利说 辱家而毛帅交付不邪 古于兵 报用 改宪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 袁可利 很厉害 很不错 但是你手下的这个毛文龙 就谎暴军情 就谎暴战功 所以袁可利实际上 他是认真的 并且是真实的 将毛文龙谎暴战功这件事情上报给尝去了 而毛文龙为死也是非常的生气 于是毛文龙就和燕党 魏忠贤 他们联手把袁可利弹劾 想把袁可利挤掉 从登来防线这边 从登来巡抚的位置上挤出去 所以毛文龙和袁可利 在私交上是没有私交的 并且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 可以说毛文龙是很恨袁可利的 而最终袁可利离职也和毛文龙是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袁可利是怎么评价 在大局上他是怎么评价毛文龙的呢 他说 毛文龙啊 说这个史料里说啊 说袁可利是 力柔其鼓 劝毛臣子勿欺 其其胆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袁可利虽然 他在朝堂上被弹劾 是因为毛文龙和燕党在一起勾结的 但是他依然安抚毛文龙 劝说毛文龙不要那么骄横 要学会低调做人 为什么 是因为他认为毛文龙的胆志 他的制略胆识过人 袁可利认为毛文龙在皮岛的存在 关乎整个的辽东战局 他的才能极高 不能随便找人可以代替 于是袁可利 毅然决然自己辞去了登来巡抚 也不希望毛文龙 被撤掉他皮岛总兵的那个职位 甚至在袁可利退下 从那个位置退下来的时候 他依然向朝廷上书 请求欲筹毛帅之阶级 就袁可利他知道 毛文龙提岛离大陆太远 他需要物资的供给 甚至袁可利因此还在朝堂之上 遭到阎官的抨击 说他袒护毛文龙 他袒护毛文龙 可毛文龙还是和燕党一起 把他给赶走了 从这点上来看 袁可利是一个公正正直的 为大明赤胆忠心的大臣 从另外一个层面 从袁可利这个角度来 他对毛文龙评价就可以看出来 毛文龙的确确有真材实的 是个难得的战将 那袁可利走了 毛文龙并没有听 袁可利的忠告 他越发的骄横 跋扈 那他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皮岛 我们之前说了 不长草木 那毛文龙后来在皮岛 他的部队发展了多少人呢 发展了近十万人 号称近十万人 但估计几万人肯定有 那这些兵要为你打仗 而且他的手下的兵都很能长 像我们之前提过 像耿仲明 孔友德 这些都是后来满清以众的汉人王 那这些兵能打仗 当时辽东兵 我也跟大家前面反复的说过 辽东这个时候的这些兵将 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中军爱国这种思想 更多的是因为 觉得后勁人是少数民族 占领自己的故土 那么 而且后勁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杀得很厉害 我们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一直到皇太极后期 满清才开始 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杀汉人 之前他们杀汉人如杀牲畜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逼得当时辽东的这些汉人们和这个女真人 誓死相搏 因此毛文龙手下的这些兵将 是需要拿钱去安抚军心的 我们之前提到过 武将们也想多捞钱 那士兵们也想多要想 毛文龙所处的位置 又是属于一个物资难以为继 没办法自力更生的一个地方 因此毛文龙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那他必然要找钱 找钱的途径来自于哪呢 一个就上上面要 上朝廷要 那要不你可不可能 不可能是时报时效 你可能肯定是要多要 还要中保自己的私囊嘛 因此他要的军选就比较多 另外一个找谁要呢 就找朝鲜要 一个方面跟朝鲜做生意 但凡不打仗 毛文龙实际上就在做走私生意 跟朝鲜做生意 再一个 那么他说 我帮你朝鲜守卫边疆 跟后进党 你也要给我钱 所以他两头要军选 而且的确是要的有点过分 这点上我们不用讳言 毛文龙肯定是要的比较过分了 这也是为什么朝鲜的史料 对毛文龙先是赞扬 后来是彻彻底底的抨击 那更不用说明朝这边的史料 那阎官们对他抨击的就更厉害 那么下面毛文龙取得的大节呢 叫牛猫寨大节 乌鸡关大节 这两个大节呢 在史料里边记载的并不是很全 具体这两个大节怎么发生的 这都是通过毛文龙的战报 存在史料里 据毛文龙说 当时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 这是天启三年的事情 为了牵制后进 毛文龙亲率三万大军 指导后进故都赫团安拉 并且在攻击过程中 拿下了后进三座要塞 其中啊 当时后进有三座要塞守护着赫团安拉 那三座要塞里边有两个 一个叫牛毛寨 一个叫阎王寨 都被毛文龙攻克了 还有一座是董古寨 也被他后来激战以后攻克 那么后进军想反攻 夺回三寨 毛文龙设服 再次对后进军大获全胜 逼得努尔哈赤后方生变 放弃牺牲打算 率四万大军来救 毛文龙这才主动撤出战斗 但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 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那么这是牛毛寨大姐 之后又有乌机关大姐 也是对后进军主动出击 两次大姐明军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科 生亲活仪十四名 仪父五名 并且这都是盯过点验的 确定他们都是女真蚂蚁 那么这两次大姐为什么不被宣扬呢 因为这完全是毛文龙自己的战报 虽然检验了是后进的蚂蚁 但这个蚂蚁到底是他打仗打来的 还是说他袭扰后进的驻地 直接把后进人在那砍掉了 他是不是真的打到了后进人的府地 要知道赫图安拉那已经离 就是那三寨已经离赫图安拉 就是后进的老巢已经不远了 后进是不是真的那么弱 能够让毛文龙打到那里 这个都是要画一个问号 我在看这段史料的时候 我的观点是 毛文龙对后进的出击 这应该是真实的 但至于打到哪里 这个很难讲 因为根据他的战报 努尔哈治率领部队 向上海关准备进击 而他打这三座城寨 用的时间是9月13日攻克董古寨 到16日才攻克了牛猫寨和阎王寨 之间花了三天的时间 这足以让后进部队进行迅速的 因为后进是骑兵为主 那么后进铁骑对三天 后进铁骑足以 因为这是赫图安拉附近 不是其他的地方 后进铁骑足以完成 对毛文龙进行反包围和反击 因此我认为毛文龙 真的是不是打到了赫图拉附近 这是要画一个问号 根据后期 从这个时候开始到后期 毛文龙的战报来看 毛文龙虚报军功 这个是他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认为毛文龙的的确确 是攻打了后进的辖地 但是攻打的进度 应该没有这么像他说的这么厉害 但是论事实来讲 毛文龙他的疲劳 对于后进人 那绝对是后备之选 这造成后进女真 不能大规模的向山海关 关宁防线进攻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你哪怕毛文龙不是打到 像赫图安拉 这个三寨这么远 哪怕他只是在辽东半岛 向前打上个一百二百里 这已经让后进人很头疼了 那么再下边一场呢 就是丁卯之逸 丁卯之逸 实际上是后进女真 想彻底干掉毛文龙 因为这时候毛文龙 在朝鲜有他的据点 所以后进女真得到情报 毛文龙就在朝鲜的这个据点里 不在皮岛上 于是后进女真 就派着二贝勒阿敏率领大军 进到朝鲜 准备抓住毛文龙 我们注意到啊 丁卯之逸 这在朝鲜史料里也记载 因为这是后进 第一次对朝鲜的大规模作战 那么丁卯之逸 如果说刚开始 后进女真是想干掉朝鲜的话 他没有必要上来 先第一件事 就去打的是毛文龙 在朝鲜的据点 实际上刚开始 他的主要战争目的 还是要干掉毛文龙 那当时毛文龙并不是在 他在朝鲜的那个根据地 那个城池里 但是他毛文龙的部队 最后是全员战死 当时首将是这个壮力殉国了 那阿敏没有找到毛文龙 他转向就是奔着朝鲜 当时的国都去了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这里边大家要知道 那个时候阿敏和黄太极的关系 我们之前讲到了 阿尔贝勒阿敏他的父亲 是努尔哈赤的兄弟 被努尔哈赤杀了 所以阿敏他很清楚 他这一支在当时的后金 是抬不起头来 因此在黄太极登基的时候 阿敏极力的支持了黄太极 但是因为阿敏对 女真人这些高层之间的斗争 他心里很有数 他又不是一个愿意屈居人之下 所以在阿敏的心里 他很想 根据清朝人他们自己的史料记载 阿敏他很想打下朝鲜 然后在那里就自立为王 就我在那里就割地了 因此这是为什么阿敏直接把率领的满清大军 转向去攻打了朝鲜 那么毛文龙他的率领部队 到底在丁卯之意 在后金人与朝鲜的战争中 他起没起到作用呢 这个也是迷雾重重 因为毛文龙自己的战报 上书朝廷 说他对后金人的部队 进行了坚韧不拔的这个战斗 他说当时他两想不计 带了两万人 没吃没喝 但依然和后金女真的部队进行战斗 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他所取得的胜利 那些女真人的砍下的人头 也都得到了这个朝廷大臣的检验 但是后金女真当时满清的史料里 说的是毛文龙被顿往 说时毛文龙顿往海岛 未能侵获 就是说把毛文龙赶到他的那个皮岛去了 自此他就没再回来 所以意思就是 我们把他给打跑了 那么朝鲜的史书里面呢 只承认毛文龙的战绩 是在归城西北的青龙山 打败过一次后金兵 然后在千家庄 袭击过后金的运粮队 如此而已 并且为什么朝鲜对毛文龙颇有微词呢 因为毛文龙之后 还以当时后金部队打下 他在朝鲜的据点 是由朝鲜老百姓当作向导 于是毛文龙为了报复 对当地的朝鲜民众大开杀戒 甚至朝鲜人说 他杀死朝鲜百姓冒充后金兵 来向朝廷讨赏 那到底三方谁说的比较正确呢 我觉得真实的事实是 毛文龙 他的的确确骚扰了后金部队的后方 取得了小的胜利 这是应该是事实 但是他没有能力 对后金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大胜 歼灭战 他做不到 当时他的兵力也好 他的良详也好 他的装备也好 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毕竟阿敏当时率领的是后金的精锐部队 但是他的骚扰以及朝鲜异军在后方的骚扰 相互之间的配合是做到了 这是为什么阿敏最后从朝鲜签订了条约以后撤退的原因 否则的话阿敏完全可以彻底占领朝鲜 甚至占领或者说占领朝鲜的半米江山 他是能够做到 他为什么撤 是因为的的确确不好守 所以得到了利益就撤回去 那么朝鲜在整个丁宝之意中 朝鲜对毛文龙的态度 由于之前的欢迎 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支持他了 朝鲜文人沈光世曾经写过一首诗歌 这反映了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心态变化 这诗歌怎么写的呢 写的是 毛将昔来此意气能感人 东人皆爱慕 欲使其至深 自从名位高 诚意见不纯 后方拥爱窃 辅藏堆金银 入宝不出路 未死却群寻 所为既如此 何日清湖尘 他这个这首其实民间的很多东西啊 实际上是反映真实情况 毛文龙在取得了一次一系列作战胜利之后啊 他更加的珍惜他在皮岛那个时候 没有天高皇帝人 没人没人能管得了他 他很享受这种生活 所以他的当时的那种之前的那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力图进取 跟后近人死拼的尽头已经丧失掉了 他更多的是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实力 保存他已有的这种位置和这种啊 这种形式 那么从朝鲜人的这首诗里就可以看到 这是为什么朝鲜史料由刚开始对毛文龙的一种称颂 到后来对毛文龙军队的贬低啊 甚至用到什么 他的部队就像一群羊 那么面对后近的部队就像羊入了虎口一样 这都是后来朝鲜史料对他的评价 那么这是带有朝鲜人他的自身的偏向性的啊 偏向性的 那么之后毛文龙还有一次大姐 就是在丁宝之战之后 他取得过萨尔虎大姐 萨尔虎呢 对明朝来说是这个难言之痛啊 那么萨尔虎大姐怎么回事呢 这就提到我们之前在讲袁可丽的时候提到过的一个人物 就是刘星佐刘爱塔 刘星佐投诚 是整个明清战争中 后金女真满清投降过来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当时在后金极大震动 刘星佐这个人也不一般 我们之前讲的过 他之逃回来啊 是用了从沈阳城逃回来的 当时他用了很高的计策 显示出这个人机智过人 那么他反正以后呢 就向毛文龙献计 说他的兄弟亲族都在萨尔虎城中 可约为内应 于是毛文龙就派遣他的大将耿仲明 曲承恩等人 率军千里奔袭 千里骑袭到萨尔虎城下 与城中刘星佐之地 刘星贤 刘星智等人 比营外合一举攻破了城池 那么据说是 斩首级三千 秦生人六十九人 与刘氏兄弟胜利还施 那么这场萨尔虎大劫呢 这个是毛文龙自己的战报 没有得到验证 并且这之后不久他就被杀了 因此到底有没有这场作战 并且真实这场大劫 真是不是产生 这就很难说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毛文龙 已经缓暴军情 缓暴军功或者夸大军功 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了 所以萨尔虎大劫 在史料中已经不可考了 是不是他真的取得过这场作战 而且他里边有很多出入的地方 比如说他认为这个 萨尔虎大劫说的是刘青拙 他是刚投降不久 实际上刘青拙在 袁可利作为登来都府的时候 登来巡抚的时候 就已经投降了明军 因此 萨尔虎大劫是不是真存在 还是毛文龙自己缓暴军功 这已经不可考了 他的真实性不像之前 这个毛文龙在袁可利作为登来巡抚的时候 辖下去的那些战功 那是实打实的 因为有不同的渠道相互验证 他的战功是实打实存在 因此从丁卯之一开始到这个这场萨尔虎作战 毛文龙他的真实战绩如何 这是这是代考证的 代考证的 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就是毛文龙依然在对后金女真 进行着后方的这种骚扰作战 使得后军不能全力扑向关军防线 这个在当时的战场态势上是依然存在 那么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袁冲焕 到毛文龙那里 寄了上方宝剑就把毛文龙砍了 具体过程大家可以可以看在网上查史料 那么讲述袁冲焕怎么样 有勇有谋的把毛文龙杀了 这个是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网上 都可以看到各种版本 而且八九狐狸十基本的状况 大家都可以参考 那袁冲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说到底毛文龙不服他管 从关节上来说 袁冲焕杀不到毛文龙 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 刺上方宝剑挂大将军衔 袁冲焕要想杀毛文龙必须上报 这点上是袁冲焕的最大错误 你杀这么重要的一个将领 并且是为辽东战局有过巨大战功的这么一院将领 你居然说杀就杀 这点上来说 袁冲焕做的是非常非常错的 而且袁冲焕就是动不动就直起杀人 这个无论是孙重宗 王在进 袁可丽他们都知道 孙重宗为这件事情还劝诫过袁冲焕 专门跟他点名过这一点 你不能这样擅自就起义就杀人 而且是不管是多高弦你都敢杀 那么袁冲焕没有听进去 这是他的人格悲剧 那毛文龙跟袁冲焕他的矛盾根源 就是袁冲焕希望整个辽东的战局都在他一人的掌红之下 那么辽东战局 袁冲焕也认为必须是两条腿走路 因此毛文龙听不听他的管 听不听他的谋划 这是很至关重要的 但凡名将都希望自己手下没有超出自己操纵的这种棋子 大家都得听我的 服从我的命令 整个战役的输赢我一人担当 但是手下必须服我的管 那毛文龙恰恰是那个不安分的棋子 当时袁冲焕希望毛文龙能够遗失 从东江遗失到辽西 以西移 东江镇西移 那么如果我们看辽东半岛的话 皮岛是在辽东半岛的下方 和朝鲜拐角那地方 那袁冲焕希望毛文龙能够把他的部队移到辽东半岛的上方 就是和关宁防线那个拐弯的那个那个弯里边 这样的话双方面的配合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说实话 如果毛文龙他的部队移到上边 那么对后金人的牵制就弱了 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是后金女真的后背 变成他的前胸的下策 那么你的威胁度就差了很多 袁冲焕之所以想让毛文龙移到那里 无非还是说想让毛文龙离自己近一点 自己好管 那么当时毛文龙呢 不想吸引 并且他提出的奏折是很有道理的 从他的奏折可以看出来 毛文龙是非常厉害 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洞察力都是很厉害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兵士首论人心 次论地势 以人心论宁远辽兵少 西兵多 东江则海外孤悬 无可退避 尽用命之人心 以地势论宁远至辽阳 巨细宽平坎途 无险而寒藏 难以出其攻袭 东江则山险可以涉宜 出其可以制胜 阶级虽难 战手则得 尽脚恢复 终是东江事半功倍 他这句话怎么说的 说如果我们谈论打仗 首先要谈人心 再谈地势 从人心上来讲 你宁远那边 辽东本地的兵将少 从官里出来的兵将多 可是我这里皮岛 在海外 就是一个绝地 在这里都是辽东本土的这种汉人 投奔过来 都是要跟后金人死拼得住 所以我这里 在这里对后金威胁更大 那从地势上 大家注意他这个地势论啊 我们待会讲为什么要注意这点 他说从宁远到辽阳 都是平坦的 一马平川 根本没有险峻的地方可以守 我也没办法去出奇的去 齐齐 因为毛文龙对后金的作战 以齐齐为主 那么皮岛东江这里 他说山啊 就是有很多险地 而且有山地 可以设宜兵 可以有利于他出奇兵 虽然从阶级上来说 离登来很远 阶级比较困难 但是我这可以 可以出战 也可以守 非常适合于作为这种奇兵使用 这里边地势论 我们可以看见 他的地势论讨论的并不是海战 而是说 在登陆之后 他和后金女真人作战的这个地形 因此在讨论毛文龙 登来防线的时候 不要去讨论海战 没有海战什么事 海上只是起到运输作用 实际上登来防线 说的就是最前头 在辽东半岛那个地方 和后金人的陆战 是陆战为主 从毛文龙的这个奏折里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当时天启地看完毛文龙的奏书以后 深表赞同 当时就将旨就说 书说地势人心即明 不必遗嘱 就是你说的很好 不用再遗了 那这样就等于打了袁中焕的脸 袁中焕对毛文龙自然更加的不满意 那么再说来 再说说丁卯之意 丁卯之意 阿尔贝勒阿敏出击 他当时去打的 想去抓毛文龙 顺带的就进攻了朝鲜 丁卯之意实际上是后金女真 当时已经满清了 因为黄太极已经继位了 实际上是满清 黄太极意识到 他是两线作战 关宁登来两个方线 那么黄太极这个时候 说明黄太极 我认为黄太极 虽然他是满清 之主 但是他的的确确雄才伟劣 不雅于诺尔哈赤 诺尔哈赤 黄太极意识到两线作战这种危局 所以他当时用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他实际上和袁中焕 提出了和谈条件 而袁中焕为了保住关宁防线的稳定 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是属于要需要时间发展实力 并且修筑当时锦州 大灵和小灵和这些关宁防线的这些阵地防御工事 于是袁中焕认为他也可以利用黄太极的这种心思 给自己迎来发展的空间 双方面各自有所需就进行了和谈 这是袁中焕后来一个罪状 实际上说袁中焕和满清人和谈 那个投降满清 这是无稽之谈 袁中焕绝对做不到 不可能这么做 但是袁中焕实际上中了黄太极的计 双方面各有所需 那么你通过这个和谈 这个假和谈 给自己迎来时间 到底对双方面谁的利益更大呢 从现在来看 黄太极得到的利益更大 因为他破掉了登来防线 登来防线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和朝鲜进行合作 那么阿尔贝勒阿敏率领大军出击朝鲜 一旦把朝鲜打败了 登来防线等于损失掉了一半 那么两条腿走路 关宁防线 登来防线 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在一边被打击的时候 另外一边一定要出击 攻击后军的另外一侧 从而缓解 被攻击的那一侧 所受到的这种强大压力 因此在丁卯之一的时候 袁中焕应该是大举进攻后军 从而缓解在毛文龙这一侧 朝鲜这一侧的压力 可是袁中焕 因为他和黄再吉正在和谈 他关注于自己能够得到时间 扩大修复 拧紧防线 于是他只是象征性的派了部队 并且行动缓慢 半路上战事都已经结束了 全部又撤回了宁愿 袁中焕没有起到 在另外一侧 牵制后军 军力的这么一个作用 早导致了丁卯之一 朝鲜和后军签订了合约 使得登来防线实力大损 那么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毛文龙在批岛的意义的时候 都说那么后军人和朝鲜签订合约以后 那么批岛就没有意义了 是 如果一旦朝鲜和后军签订了合约 守批岛就没有意义了 登来防线的部署一定要有朝鲜的参与 这才起到登来防线这一侧的作用 离开了朝鲜 登来防线的利用价值就已经不大了 但为什么登来防线守不住 袁冲焕有很大的责任 那么既然朝鲜和后军制定了合约 那么这个时候 毛文龙 他守不守批岛意义就不大了 那在这个时候 袁冲焕就动了 要除掉毛文龙的心思 那么袁冲焕杀毛文龙 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用了计策 最后把毛文龙骗到了双岛 先是到了皮岛 抚慰了毛文龙 让毛文龙失去了戒心 又把毛文龙骗到了双岛 最后把毛文龙绑了 然后杀了毛文龙 当时杀毛文龙的时候 袁冲焕宣布了12条罪状 12条罪状 那么这12条罪状都是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罪状听了就很有意思 说你大将军领命在外 我们的制度 你个武将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 可是你在这边一人专制 车马前辆都不接受核查 这就该杀 你看当时明朝 这个杀武将 第一条还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文在上 武在下的这么一个规矩 这是他的第一罪 第二条罪 说你上了奏章 全都是胡说八道 蒙骗 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 假冒战功 这第二该杀 第三个 说你就自己的这些兵将都是你 以你为首 听你一人指挥 大臣不能有自己的将领 有则必杀 所以你第三该杀 第四个 你侵占军粮 每年响银几十万 不发给士兵 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 侵占军粮 第四该杀 第五该杀 你在批岛开设马市 私自和外国人来往 第五该杀 第六该杀 部将几千人都冒称你的同性 副将以下随意发给部伯上千匹 这也该杀 第七该杀 从宁远返回途中 劫略商船 自己做了盗贼 第八该杀 强娶民间女子 不知法计 部下效仿 让百姓不安于家 第九该杀 致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 不听从者就饿死 岛上白骨累累 第十该杀 你用车送金子到京师 拜魏忠贤为父 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 第十该杀 第十一该杀 铁山一战败尾 丧尸不计其数 却掩拜为公 第十二该杀 设阵八年 不能收复一寸土地 坐地观望 姑息养见 十二条罪过 听上去很大 就把毛文龙给炸了 那么说说这十二 到底这十二该杀 有多少条是 切切实实存在的呢 是切切实实 应该杀了毛文龙的呢 说他应该是罪大恶极 的确被杀死了 这十二条罪过里边 对于毛文龙来说 真正的罪过就是贪污良想 义人专制 义人专注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该杀死罪 他真正的罪过 贪杀良想 但是为什么要杀他 是其他的那些 实际上我们认为 不该杀了毛文龙那些罪过 什么义人专政啊 什么部将 他部将跟他同性 因为他大部分用用的 都是自己亲近之人 其实这十二条大罪里边 说到底就是毛文龙 他一个人在皮脑上 一个人说都算 一个人独大 成为了一言堂 没有别人敢于 挑战他的权威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然交恒罚扈 必然谎报军功 必然要贪财 而这些我们之前讲了 在大明的那种制度下 你只要是变成武将一人 他都会成为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袁中冠是一定要杀了毛文龙的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得到 皮脑听他的指挥 但是从他杀毛文龙的这个方法 又要骗 又要先扶再骗 这说明毛文龙的麾下 战斗力是很强的 这绝对不是一支窝能废的军队 否则以袁中冠那个胆识 早就直接上去把毛文龙砍了 之所以他要用那么多的手段 是因为毛文龙的部队 的的确确是一支能争善战的部队 并且服从毛文龙一人的指挥 所以要杀他 袁中冠必须要用机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 毛文龙的部队是能打仗的 那么另外一件事可以看出来 当时毛文龙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是很强的 袁中冠是非常的想要 这支部队依然存在 这是他这为什么呢 因为在杀了毛文龙之后 袁中冠的做法 他后葬了毛文龙 第二天还专门举办了祭奠的仪式 当时他在祭奠仪式上 他就说 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 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 还在那为毛文龙流下了眼泪 并且他继续让毛文龙的儿子毛成佐 继认为继认了毛文龙的位置 继续重用毛文龙的副将陈继胜 还有刘光佐等人 犒劳军事 安抚当时皮岛的人民 另外一点 他把这件事情还上奏给了皇帝 杀完了 他上奏给了崇祯皇帝 他就说 毛文龙作为大将 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 我认为我罪大恶极 那么我在里等候处罚 那崇祯皇帝当时拿到这个奏折 当时也是傻眼了 毛文龙 他知道毛文龙能打仗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辽东的将领 可是现在袁中汉说砍就砍了 那砍了 你现在又变成这种姿态 说要戴罪 但是辽东 你都已经杀了毛文龙 我现在不能再杀你 袁中汉呢 再责罚你 袁中汉 那谁给我去守辽东 于是崇祯皇帝只能以赞扬的态度 下诏书 褒奖他 并且 公开 毛文龙的罪行 我皇帝支持你 袁中汉 你杀 毛文龙杀的对 但是袁中汉这么做 可就有点我先干了 然后再倚仗着我的声势和功名 去挟持皇帝的意思 这是为他后来被杀 留下了伏笔 那毛文龙被杀以后 他手下的这支精兵强将的下场如何呢 那就是迅速溃散 因为袁中汉 他有 他的的确确杀完毛文龙以后 他有了一个全盘的打算 想把毛文龙的这批精兵强将 收归自己的部下 但是他又不想 因为皮岛必定离他很远 他又不想在这里诞生第二个毛文龙 于是 他就利用当时毛文龙会下 有两派 一派呢 是他的旧部叫陈吉胜统领 一派呢 就是当时归降过来的刘兴卓兄弟 就是那个刘爱塔 刘爱塔 刘兴卓他很能打仗 我们之后会详细的讲一讲 这个刘家 他们也最后是没有再投降满清 最后为国捐躯了 那么皮岛部队这两派相互之间是有争斗的 毛文龙在的时候 以毛文龙的威势 当时这两派都服从他的统领 于是相安无事 那毛文龙这一死 这两派就要斗 袁中坏就任命了陈吉胜为代理总兵 但实际上他更为信任的是刘兴卓 他和刘兴卓掌管了皮岛的实权 他这里边玩了个手腕 就让这两派势力互相的争斗 从而使得皮岛不会再产生另外一个 降在脉军命有所不受的这么一个桀布巡逻主 可是你这么做皮岛 他孤悬海外 实际上是一股骑兵 怕的就是内部争斗 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统帅 完整的军心才能起到骑兵作用 你这么一弄 他群龙无首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作为 而且仅仅六月之后 袁中坏就被俘下狱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毛文龙被杀之后 就发生了黄太极派兵 越过了山海关 直逼京师的这件事情 那么很多争论就关于是毛文龙被杀 黄太极才敢这么进兵 还是说黄太极早有打算这么进军 这里还牵扯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 就是袁中坏杀毛文龙 到底有没有跟黄太极两个人商量好 这个已经是历史的谜团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论证 这件事情到底是有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杀毛文龙对于袁中坏来说 并不是牵扯到朝廷 大姐民族大义这个问题 毛文龙在袁中坏的眼里是该杀的 于公于私他都要杀了毛文龙 杀毛文龙有助于他一统辽东的军心 归于自己的属下 再一个毛文龙也的的确确有些罪状是可以杀的 毛文龙的对方啊 如果要是放不是在匹岛那个位置 不是在辽东战局 毛文龙的的确是该杀的 因为他焦虹跋扈 一手遮天 不听上级命令 这都是该杀的 但是因为他是在匹岛 在当时的那个辽东战局的情况下 他是不该被杀的 他杀了以后 你没有那个时间去进行调整 这才是关键问题 袁可立为什么不杀他 就是因为一旦杀了毛文龙 你找不到人去代替他 你没有时间去再调整 匹岛那个位置 不允许你有时间去调整 但袁中焕他没有意识到这点 所以在袁中焕的角度来说 如果黄带极要求他杀 毛文龙 以换取某种 以进行某种交换的话 那么在袁中焕的那里来看 他有可能会答应杀毛文龙 那么再一个有人就说 那是黄带极早已经筹备好了 要越过山海关 进击进击 越过山海关 攻击直取当时大明朝的经济要地 这个不是说在当时才可以做 厚金打败了林丹寒的蒙古部之后 实际上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恰恰是在毛文龙死以后 这件事情才发生 也可能是巧合 如果不是巧合 就说明黄太极早已经知道 毛文龙会被杀掉 他就在等着毛文龙一旦被杀 他就发病 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 因为毛文龙死以后 厚金很快得到消息 并且是谈官相庆 这是对厚金来说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袁中焕实际上干了一件令亲者痛而愁者快的事情 但这不能说袁中焕就跟厚金勾结在一起 这谈不上 因为他和毛文龙的矛盾 在袁中焕的角度来看 依然是属于明朝 需要解决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解决了 对当时的辽东战局 在袁中焕的角度来看 是好事 是好事 另外 当时和厚金之间的这种书信来往 不仅袁中焕 毛文龙也错 所以说这个问题 从哪个角度来看 毛文龙和厚金的这种书信来往 从抨击他人的角度来说 说他跟厚金有所勾结 那么另外从毛文龙的自辩来看 他的说法就是 我给厚金的这些将领写信 然后再把他故意泄露出去 引起厚金将领之间的猜疑 实际上是反见记 并且毛文龙曾经把厚金派给他的信使 混起来 压到了京师 我认为毛文龙没有降清的任何可能性 他如果要想降厚金降清 他早就降了 并且厚金给予他的待遇和地位绝对不会低 但是毛文龙没有那么做 所以毛文龙没有降清 降厚金的这种可能性 这点上我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毛文龙的死 甚至说袁中焕杀毛文龙 这都是悲剧 这都是悲剧 这离不开当时明朝的那种制度 这是在那种制度下造成的一种悲剧 但是结果就是 登来防线 本来辽东战局是两条防线 登来防线在失去了朝鲜支持的这半壁江山之后 再又出现了毛文龙的死 在毛文龙死以后 整个的登来防线就垮掉了 刘兴佐被调到了关内 去当时关内作战 因为当时满清进击 刘兴佐就被调兵进入到关内去援助 那么他弟弟刘兴志 在没有他哥哥的管辖下 就设计杀死了陈继胜 他杀死了陈继胜 而陈继胜 他杀死陈继胜以后 又被参将沈世奎杀死 所以可以看见当时东江镇 就是皮岛 整个军心就乱了 部队就彻底散掉了 所以当时明朝的朝廷也没有办法 只能把这个兵散掉了 归 把他们分散归到其他的部队里 这其中就有孔友德 耿仲明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在他们所敬重的统帅 毛文龙被杀以后 他们的心实际上就散掉了 那孔友德 耿仲明 被派到了孙元化麾下 而孙元化那时候恰恰是正要发展火器部队 被委以重任 那么孔友德 耿仲明这些人 到达孙元化这里 被委以重任 去学习如何在葡萄牙炮手的指点下 学习如何使用火炮 成为了火炮专家 之后他们又挟着火炮 投奔了满清 给后来的明清战争 造成了极大的祸害 成为了满清人 所倚重的汉人王 这都是连代性发生的恶果 这都和袁冲范杀 毛文龙是分不开的 所以说毛文龙的死是冤死 冤杀 最少他的死应该是由朝廷皇帝下令 而不是由你袁冲范 拿着上方宝剑直接给砍了 而且从整个辽东战局后来的发展 包括登来防线彻底垮台 这都可以看出来 毛文龙当时是不能杀的 最少在你没有 有一个稳妥的善后计划的情况下 你不能杀了毛文龙 杀的时间点 时机 方法都是错的 尽管袁冲范是我们应该祭奠和牢记的 这个反抗外务 抵抗外扣的一个大忠臣 但是他的错误就是错误 他杀毛文龙是不对的 丁卯之意 他没有权力攻击后金的西部 就是关宁防线这一边没有主动出击 权力攻击后金 援助登来防线这一侧 他是错的 这两个错误是袁冲范犯下的 这不应该 因为他是个大忠臣就忌讳不说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讲 袁冲范犯下了两个巨大的错误 这是造成辽东战局再一步 进一步这个糜烂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对毛文龙他的重要作用 这是不容置疑的 应该是不需要太多争论 有人讲皮岛那是个小岛 那后金人不打你 是因为他不想打你 这是错误的 没有人会愿意自己背后有一把匕首 在那顶着 他再小 就算他是一个蜜蜂刺 他也会让你疼 所以如果后金军能有那么大的把握 打败毛文龙 把他从皮刀赶走 甚至抓住他杀死 后金军绝对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毛文龙能坚持那么久 就说明他能打仗 这个我觉得是不容争论的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青史 青史里并没有赞扬毛文龙 但是在青史里 在太祖本纪 就是努尔哈赤太祖本纪 被消灭次数最多的一支明军是谁呢 就是毛文龙 从努尔哈赤后金天明六年开始到天明十一年 在青史稿卷里边 毛文龙就被击溃消灭了五六次 青史是对清朝歌功颂德的 尽管这毛文龙布在里边都是被击溃 被消灭 但是为什么老是记载着毛文龙呢 就说明毛文龙 是不是后金甩也甩不掉 打也打不服 杀也杀不得的 这么一股 让后金人头疼的 头痛的不得了的力量 而且青史里边有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关于我们之前谈到了迷雾重重的萨尔虎之战 那么毛文龙爆 他是打到了萨尔虎 但实际上在青史里是这么讲 说毛文龙兵袭安山翼及萨尔虎 术将巴布泰 巴图里败之 秦骑将李良美 这在青史里是赞扬清朝部队的 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毛文龙的的确确是发兵了 是发兵去攻击了后金的部队 因此青史稿里边 虽然屡次提到毛文龙 说怎么怎么击败他 一般来说 你老提到他 就说明他在你的心里边 是有很重大的重要性 你踩死这蚂蚁 你肯定不会老说的 但是你打败一个 你认为值得打败的人 你会一直在讲 从这个角度来讲 毛文龙是后金人心中那根 一直想拔掉又拔不掉的那根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毛文龙 算得上在明末抗清的一员名将 议员非常的有功之臣 那么在史料中 与毛文龙同时期的人物对他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论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出发点 自己的角度 对他有不同的评论 我们觉得最中肯的还是袁可利 袁可利对他的反面评价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不交一封 致奴死两万余人 马三万匹 其数终有不可考 就说他谎报军功 但是袁可利同时也说过 毛文龙是这么说的 奴求逆天顺犯 余金七载 赖毛帅倡议 屡获齐节 大张 塔伐之气 据所报攻击解验 前后大小三十余战 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余 上截者共五次 总获器械 弓箭等箭 共五万 所以袁可利 袁帅 对毛文龙 做到了公正的评价 有功就是功 有过就是过 那么袁可利 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们俩之间的友情 也是非常值得称道 就是明末 一个著名的书画家 董其昌 他跟毛文龙 没有半个毫毛的关系都没有 俩人没有任何的意义冲突 那董其昌 当时对毛文龙 是这么评价的 他说 毛文龙以两百人夺镇江 秦逆贼 陷于缺下 不费国家一把铁 一树草 一斗梁 立此其功 真奇侠绝伦 可以继编士者 如此胆略 夫起义德 使今有文龙 使今有三文龙 奴可掳 辽可富 永方养性可作富 而信之骨下 那当然董其昌对毛文龙的称赞是很大的 就说如果有三个毛文龙 那我们辽东可定 但是我觉得他对毛文龙的评价是有一点是说对了 毛文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善齐席 能够独立领一支齐军 这样和正面战场齐政相符 对敌人起到牵制作用 甚至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么一员难得的将才 纵观明末 这个明军的将领里边 能像毛文龙这样 善用骑兵 独挡一面的将才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 因此每次读到这块 我对毛文龙被杀都是甚为可惜的 不得不说这是元帅元冲焕的一大过错 所以说元冲焕不是一个完人 有人把他比作岳武木 还是差了一些的 我们不应该因为尊敬某人而去避言他的过错 不可会言其错 那么袁冲焕杀毛文龙的的确确杀错 所以这一集我们给毛文龙证明 毛文龙是明末抗清的难得的一个将才 一个将才 他有过错 他有他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他所起到的对整个辽东战局的作用是不可替代 并且战功绝注 卓注 是后今女人心里一定要拔出的那根刺 这是毛文龙真正应该得到的历史评价 他的侠不言语 侠不言语 是在我们华夏战史里都应该有所记载的将才 也不忘了 Nas